哇 不错 火锅已经来了 火锅已经来了 哇 太气强了 天堂火锅来了 哇 这些姐姐相当的饿 战斗力很强啊 太太 你吃过我们四川的那个火锅 都是格子呢 师哥 每个人一个格子 然后大家共用一个锅 都共用一个锅 那锅不换的 就一直是那个锅才好吃 老油 刚才你这句话说完 太太一个倒退 太太经过这段时间以后 她说 我一直都是这样 她还是想当家庭主婚 你知道她现在都看不起多少个 又开始挑拨 我可以想要回家 她就把不好的东西拍起来 全部刺下来 换自己的 换自己的 有名的 你不是这样 丽莎姐在 时间 深微 又来了 东哥还是不敢开 哇 你看身材多好 深微然后慢动作下泳池 你说这怎么受得了 你们说完好想看 对不对 不要听她们 不要听她们说这些做自己 不重要 对 做自己 那就做自己 你想多做自己啊 看我 我一听完这个有启发了 再露一点 想这个蛮幸福在那 感不良 特意给我加个机位吧 可以加了你自己加了吧 对对对我刚才刚才 刚才我说这没这拍什么呢 主角在这边根本拍不到脸好不好 想你老公吗 还好 你在这种地方不会想她吗 好想 好想 好想老公 我特别想 特别想跟老公在一起 来到这个地方 我觉得特别难就是 能够十天就是 在国外这样子 我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你太忙了 不是 我说的是 放不下那个老公 放不下家庭 工作其实还好 哇 太浪漫了 其实刚才影儿在说到 放不下老公孩子 其实工作无所谓 她说 她点了一下头 其实我觉得 那个瞬间我很懂她 因为她没有工作 对影儿来说我可以啊 无所谓 我一个戏两个戏不拍都可以啊 但我觉得程丽莎不可以 所以我觉得 每个人对着的感受不一样 但是回来之后 她也一直不停地跟我说 她说 她说郭老东她说 我特别希望你能够在我身边 因为太漂亮了 对 每个地方都太漂亮了 她说我真希望你能跟 带着儿子 我们三个人一起去 我看的时候 因为我一直在想 她跟我说的这些话 有机会 真是想跟她去看一看 如果明年不拍戏 就明年去 那就这样了 你教下我们怎么咬唇好吗 你教下我们 你最性感就是 你没咬唇的样子 那天失败了 咬上个唇看看 咬上唇 你咬一个唇 教下我们 我不会 那天我的失败了 我从来都不咬唇 你咬刚才咬完 你咬完 诀窍吗 我都直接那什么 诀窍 咬唇的诀窍 我那天失败了 我那天失败了 真的没有 是表情要严肃 还是要 要那个 微笑呢 是咬唇吗 当然又严肃了 咬唇要微笑 当然要严肃了 严肃了 然后呢 眼神呢 是坚定还是仿佛 首先你自己在里面 在哪里面 别人在不在里面就不重要 又不重要 自己在哪里面嘛 在你归宁的情境里面 那眼神是要飘忽 还是聚焦 还是 只要感受 其他都不要 你这太异象了 你还是给我弄点那个 他喜欢就知道怎么呼吸来演戏的 怎么一个呼吸 待会儿我给你演一个 你现在演个 待会儿我给你演一个 没事 你现在演一个 待会儿等魏大勋来了 我给你演一个 好 等魏大勋 因为魏大勋说你是最性感的人 不用他看我 我待会儿给你演一个 我看他的 所有的过程 好想知道 就是眼神和所有的感受 魏大勋来了 快点 我拍完那些戏之后我突然发现 我们现在人就 但是他要表演一个摇嘴唇 我给你表演一个摇嘴唇 你看 你看 弟弟不要 不对 他是 不是摇嘴唇 我是说就是古人那种 来坐这边 坐这 我不要你看着我 你坐在这边 还有搭戏 来搭戏 来 来 你不要看着我 你是干什么 准备一下 你要他看哪边 他要看哪边 我要看哪 我要看这 你就感受就好了 比方说现在外面有一朵 有一片就是海棠花 我们俩在谈恋爱 比方说 这样好不好 好 然后我让你干什么 待会儿我让你摘一朵给我 你就摘一朵给我 听明白了 好 我前段时间演的一个话剧 我觉得挺棒的 你说 这海棠花 讨厌不讨厌 它都像 开到屋子里头来的 你要说呀 我猜字是什么 你没告诉我 你猜字是什么 你就说不讨厌 我就说那你就帮我摘一朵 你就摘一朵给我 然后你就递给我 就好了 我们再来这一段一点点 好 看你能不能感受到 好 你说 这海棠花 讨厌不讨厌 它都想 开到屋子里头来 不讨厌 那你就给我摘一朵 你别看着我 你看着我 那我这么摘 你画就是这么眼的吗 画就是这么眼的吗 男生是不敢看的 你看他都没有近戏 对不对 不是我没有近戏 是你没有把前景 就是告诉我 你不要 就是你会不好意思吗 是这样的 我懂了 你肯定不好意思 你就偷偷的给我就好 好 我懂了 你说 你还在哪里说 在哪里说 你说 我看不懂 我看不懂 那你就摘一朵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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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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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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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棠花的秘密 你拿的太快了 拿的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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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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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你说的鸡蛋煎的熟不熟 对啊 我每人都这么问他的 我熟 哈哈哈 那我就再给你煎一会儿 哈哈哈 哈哈哈 他赢了哎 他已经还几十年了 对 很厉害 这什么幻觉 什么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重要的是我觉得就是 我喜欢他们那种欲修还迎的感觉 嗯 他本人喜欢那个感觉吗 郭小冬喜欢吗 不重要 哈哈哈 他开心就好了 哈哈哈 如果真实的你要怎么反应 你说 那海棠花开的美不美 不讨厌不讨厌 你不认真是讨厌 你不认真是讨厌 我快开到美不自己了 不认真是讨厌 不认真是讨厌 哈哈哈 讨厌 讨厌 哇 我觉得很神圣的话 去被人说的办会 哦 Really 因为情境不一样 对啊 因为我能体会到你想 你想表达的那种 没有 因为刚刚娜娜问我 她是怎么样是最性感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 中国传统的那种 这是最性感的 我喜欢 没有 刚刚就问她 那天我抽到一个那个要咬嘴唇 我怎么样咬才是最好看的 就在教我 我觉得所有的性感都不是说用什么东西做出来的 是你本身有那个感觉 你就一下 那个是那个是更深层次的性感 就我很喜欢那种 但是现在就是大家都很肃浅 他觉得我那天那个嘟嘟嘟嘟嘟嘟 不浅了吗 不浅了 你说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 你还适合这种 你不适合刚才那种 他说尝试很认真的演 很男人就动成 对啊所以我刚刚拿烂你手的那一刻 我觉得我跟神经病一样 因为你一点感受都没 拿了一双手是咬烂的指甲 有的时候你看整场话剧之后 真的就很美好那个东西 是啊真的我觉得挺好的 我下次演舞台剧请您看一下 好 没空 我回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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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法聊了 哎尊重我的职业 他确实没空了 他确实没空了 我跟你说 如果你在上面演 你说那海的话 你眼看到林彩儿在 林彩儿是下面 对你可以 干杯 他会看出来的 对 你直接跳起了 把这酒给我 我都受不了了 我气死了 来 敬一杯酷姐姐 酷姐姐以后多多 你千万别新闻吃 我跟你讲 我不会的 那一帮酒鬼 我刚才学到了不少 你看看我在刚才这一段 学到了很多 真的好好美 真的美 在这吃饭你觉得挺好 我要跟郭老公在这吃饭 我会哭的 我们每一天安排的餐真的是很棒 他们很好 点餐 你好 你很帅 我认为 每个人 哦 香菲 莉莎姐姐 快喝一个星巴克 买 去买 你给我点钱 在那边 钱包在那里 你钱给我 你就拿着去吧 不好 我可不敢 我可不敢 给我一张两千 那差不多了 一万肯定够了 一万肯定够了 我来找你 肯定够了 确定够了 其他所有的事情 我都可以操办 但是婚礼我没有 一点都没有 是吗 全部都是他能 那挺 我没有你们这样的誓言 因为郭老公说 其实拿结婚证 对他们村里来说 是不算数的 他们一定要把媳妇带回家 所有人说 这是我媳妇才算数 要不然拿了证 他们说那不是他媳妇 所以不一样 就我那个很简陋 在村里面 唯一给我的就是一大面墙 墙上插满了玫瑰花 后来他们告诉我说 郭老公头一天晚上飞回去 他插那个玫瑰花 插了一晚上 哇 挺浪漫 应该是一千多度 整个玫瑰花 还满了 哇 这比饭店服务人员更有诚意 真的更有诚意 自己做的是最有诚意的 我当时做到之后 我当时真的特别感动 因为我觉得那个 那个都有多少时间 一点一点的差 我觉得都没有让任何人 多争取出来了 终于说的好了 好 幸福好多 恭喜 东哥 太难了 太难了 东哥想到什么了 他一直往上看 不让眼泪掉下来 没有 我 他说那句话 挺感动我的 他说那个 不管他贫穷还富有 其实我真的很感激 程丽莎 在我什么都不是 一分前没有 没有能力去张开口说 我养你的那一瞬间 他答应跟我在一起 我曾经经历过 三天吃一带方便面的经历 就是我之所以中间有几次 不敢跟他往下走 不是因为别的 是因为我是觉得 我真的没有这个能力 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很优秀 他很多方方面般 方方面方面吧 因为他真的很出色 很漂亮 都会宠着他 但我特别想给他 他想要的那种生活 但是我做不到 我很自卑 我自卑到 我会觉得特别特别渺小 每当我觉得这个关系 可能进一步的时候我就退缩了 每当进一步的时候我就退缩了 其实我觉得我不敢把自己内心最卑微的那面展现出来 我不敢 我没有能够的勇气和能力跟你说 我养你 我不能够 我觉得我真的 真的修了多少 多少的福气 才得来的这么一个结果 他挺棒的 我挺感激他的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仪式感 除了是一个永恒的纪念 事实上它也是很慎重的让你去下了一个决定 然后你也在当下因为那样的一个积分 然后你去愿意去做往后这一辈子的付出 突然都很奇怪 你跟他说完他听 真的吗 是这样 然后你再跟他说一遍 有这个事情吗 他没听没听 我跟你说 他没有讲话 他没有在听你说话 真的他全部都忘记了 你对我第一次印象特别不好 就是因为我做了那个举动 我不是对你印象不好 不懂不是印象不好 不懂是一种没有定性 你很高深我猜不透 你很高深我猜不透 你年纪还小 在江湖上也是看了一些人吗 还不够 还不够 你每年排几部戏 两三部吧 但是我觉得能演话剧 一身演话剧都是我挺佩服的 其实考中戏上期挺不容易的 然后你可以去做一个家庭主妇 我觉得真的特别不容易 你没有戏牌 那不是 真的 你不算 你排话剧也还可以 我觉得 这我们最初的目标不就是 不就是拍话剧吗 就想进仁义嘛 拍话剧 会吗 会这样吗 我们一开始在学校的志向 不就是这个吗 当然仁义是所有这种院团里面 最高的殿堂 所以我觉得不叫休息 你一直在现场 你只是你自己认为是在休息 我确实是因为结婚了 我就不想再拍 你要多录真人秀 你就别演自己了 你以为自己大家都骂你 说你假 我在这里吃了好多苦 但是我如果不录真人秀 我就没人找过演习 没人知道我 不过夏姐我说实话跟你在话 其实我挺那个什么的 挺开心的 就是你有的时候特别挺我 你知道吗 就是缘分 我觉得我特别珍惜我遇到的每一个人 平常生活中就是为老公操一操心 然后为家里的事情操一操心 那你就是想别人想的多多 想自己想的很少 我觉得女人首先想到自己 内心强大了之后什么都不重要 然后当那个时候可能觉得 不是有的时候想内心强大 不是说想内心强大就可以强大 你知道吗 你像个天使一样 你为什么没有自信 真的 我十年从来没有让别人强 我觉得没必要 我就想自己强 所以我觉得 什么时候都是被自己强 对 我不要让任何人看 没有不要让别人看 就够了 真的 因为其实你已经是明星了 你已经比很多人都幸运很多 这样你比我幸运很多 对不对 所以你感恩你得到了这一切 然后为自己把它就够了 没错了 然后有时候想想自己 在生活中得到了 已经得到了很多 就算我现在没有事业 但是我也比很多人都 就是生活过得很好 对 我觉得你很自信 所以我很感恩 我有这样的生活 我很感恩 我能遇到我的老公 那就很好了 上天还赐给我一个儿子 我就觉得真美好 但是我焦虑的东西 跟你焦虑的不一样 我的内心深处 我其实是满足的 那你焦虑的是什么点 我焦虑的是 我焦虑的是 我其实退下 最后我跟你说的 你不要放弃你自己 其实放弃这个东西 牺牲太大了 但是我也没有找到一个 不放弃还能平衡得很好的 对 你看我焦虑的一点 就是这个 就是跟你不一样 就是我的焦虑点就是 万一如果是我工作太忙了 但如果没有教过他家 或者是教过他老公 出现问题怎么办 你知道吗 婚姻是需要精灵的 就是啊 你需要付出很大的精力 在婚姻里头 没错 你演戏更加需要精灵 你才能够得到 你才能得到一定的安全感 因为婚姻 工作只是这一段 婚姻是一辈子 没错 他们还在跟拍你亲爱的 你快把他挡住 我在挡 那前后挪洞挡 你给我一个药 你昨晚是不是说的还不错 对不对 非常好 我觉得能够保证深睡眠 其实挺重要 挺好的 你给我吃点 我也要看看 好多数把剩下几颗给我 你还用不 我觉得你俩睡一起特对 我跟草原姐睡一起 我俩真的都不动 你俩都不动的吗 我们都很乖 我还没 神力莎还没睡着 我就一脚跨过去 跨在她的身上 她每天挨着我 跨过去 她说 你还真是很夸张 我说 你真的把我当杰哥 我不适应 我们两个没有碰到大家的 我就喜欢晚上睡觉 骑一个东西 我自己睡我会 但是跟别人睡不太多 不是